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说 简报的高手 请看你一下简短的介绍 BeyondNorm的课程设计非常单纯 只要将适合你的程度的听读文本输入之后 以说写输出 然后我们会定证你的听说读写的作业 并且做出评论提出建议 作为你下一次的改善参考 而这个过程则是利用四种 使用语言的高阶技术来进行训练 这四种技术分别是 示意STC的训练是将英文的文本 一边阅读一边翻译成中文 这个训练的目的是帮助你 英文的理解能力以及中文的叙述能力 神经性厌食症是一种饮食的思想 是因为对于体重过重认知的扭曲 一个人变得极度重 示意STE的训练是将中文的文本 一边阅读一边翻译成英文 这个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提升英文的口说能力 并且了解中英文在造句上的差异 Ci 逐步口译的训练 是将英文的文本 边听边做笔记 听完之后根据自己的笔记 以英文重建原文 并且录音 这个训练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听的理解能力 以及英文的口说能力 Do we really need shampoo? We wash hands with soap brush teeth with toothpaste wash hair with shampoo That's what we always do, right? But maybe not Modern shampoo is only about 100 years old Before that, people wash hair once or twice a month with soap WTVE的训练是将中文的文本翻译成英文 这个训练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英文的整体写作能力 Beyond Norm用这四种高阶的语言训练技术 很快的你的听说读写就能够有非常显著的进步 12周48次听说读写的训练课程 每一次的训练只需要不到120元 让Beyond Norm帮助你提升你的语言竞争力吧 请尽快跟我们联系 Beyond Norm帮助你